I'm just singing cause it's over 51岁屠洪刚三任妻子对比,第二任最漂亮,第一任是中美混血 说到屠洪刚,估计都会唱他的霸王别姬跟京中报国,这两首歌朗朗上口,特别是京中报国,可以说是寓意深刻 而且朗朗上口,学的也容易,因此成为了不少班级的班歌什么的 屠洪刚的长相也跟他的名字一样,充满了阳刚之气,他用前鼓流传的中国风,在中国歌坛上独树一帜,创立了新古典主义音乐,并成为了其中的领军人物 屠洪刚后来选择下海经商,谁知经营不善,发现自己实在不是做生意的料后,在2011年重回歌坛,还开了以本色英雄为名的全球训练 事业上而言,屠洪刚算是比较成功的,虽然做生意比较失败,但是单单评级唱歌赚的钱就够他花一辈子了 但是感情上屠洪刚可以说比较波折,一生三段婚姻,每一段都有著不同的故事 屠洪刚还是新人的时候在美国结识了中美混血的戴希,那时候的戴希才19岁,就嫁给了这位歌坛新人 两人在美国结婚,并且有一个儿子,不过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,加上屠洪刚因为工作经常回国,两人聚少离多 三年后,这段婚姻走到了尽头 1994年,屠洪刚跟著名演员方叔结婚,当时的方叔已经成名多时,还是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小他十岁的屠洪刚 婚后因为性格原因,经常吵架,最终离婚 屠洪刚跟方叔有一个女儿,方叔带助女儿一起生活,至今单身,屠洪刚则在跟方叔离婚后不仅,认识了现任妻子小月 月是圈外人,为人低调,不常在工作面前露面,所以很难找到她的照片,只找到了一组机场照,屠洪刚跟现任妻子没孩子,两人收养了一儿一女 网上曾爆料过屠洪刚妻子开豪车,聊辣妹的照片 如今屠洪刚儿女双全,家庭美满,可惜了方叔,只能跟女儿相依为命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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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